大家好,我是小明 今天做一款简单好吃的家庭版五香葱油烧饼 300克中筋面粉 加盐2克,糖3克,酵母粉3克 先搅匀 然后将180毫升温水慢慢倒入面粉中 边倒边搅成絮状 揉成团 盖上盖子,静置发酵至两倍大 利用这个时间来做个五香葱油酥 碗里放一勺五香粉,一勺面粉3克盐 葱花一把 然后浇入热油快速搅拌 哇,好香啊 面发好后取戳 揉面,排气 搓成长条,并分成六等分 取一块剂子 割下六分之一 放一旁备用 然后按扁剂子 将取下的一小块剂子 放入提前调好的五香葱油酥中 两面都蘸满油酥后 放入按扁的大剂子里 然后包裹好按成饼状 一半蜂蜜一半水调成蜂蜜水 刷在饼皮上 将每一个刷过蜂蜜水的饼都沾上芝麻 另一面同样的方法刷蜂蜜水蘸芝麻 然后用擀面杖两面都轻轻擀一下 让芝麻粘得更老些 电饼层子预热后依次放入饼皮子 不需要抹油哦 上下火煎饼等同时烤 中途翻一次面 烤至两面金黄即可出锅 这款五香葱油烧饼简单又好吃 来扳开看看吧 瞧 即可当烧饼 也可当口袋饼加菜吃 咬一口 外酥脆内香软 口感饱满 回味悠长 好了 喜欢我视频的就请关注和转发吧 谢谢您的支持